上个月,久未露面的刘翔突然登上微博热搜,这源自于一位网友分享的冷知识。 刘翔是唯一一个在直线跑道上真正打败黑人的运动员,甚至创造了连白人都没做到的记录。 刘翔参加了48次世界大赛,36次冠军,6次亚军,3次季军,然而有些人却只记得他退赛两次。 这条微博发布后引来强烈反响,点赞接近20万次,11年后,当退赛的记忆渐渐淡去,当谩骂过他的人渐渐成熟,大家终于知道了刘翔的伟大和不易,也终于想起了,要对刘翔说一声对不起。 2004年8月28日凌晨2点半,对于很多人来讲,或许正在睡梦中,但彼时的雅典奥运会田径赛场,已经是一片沸腾的海洋。 12秒91,刘翔跑平了世界纪录,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世界冠军诞生了。 几分钟后,当电视机里传来刘翔赢了,刘翔赢了,的呐喊时,刘翔的父母喜极而泣,所有人都激动地欢呼起来。 在此前的田径短距离赛场上,从没有一个黄种人能站上最高领奖台。 不到13秒的时间,历史已经被改写。 刘翔披上国旗,大力地向观众挥动,他大口喘气,含着激动的眼泪哽咽着对镜头说,谁说黄种人不能进钱吧,我是奥运会冠军。 第二天,国内所有的媒体头版都是刘翔夺冠。 前线的体育记者,校园里的学生,办公室里的职员,所有人都在兴奋地讨论着。 刘翔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中国人的英雄,回国后从机场一直到住处,家到欢迎的人打着伞,挤到马路站不下,密密麻麻的人找上门来,商业代言,公益活动,慈善拍卖,全国到处都是刘翔。 有人在家里把床单扯了下来,当国旗披在身上,在房间里大喊,我是刘翔,我是刘翔。 15岁之前,刘翔还是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一名练跳高的体育生。 直到有一天,上海田径队教练孙海平来到训练基地,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从未跨过篮架的少年。 加入田径队的刘翔四蛟龙入海,展现出了让人惊叹的跨篮天赋。 两个月,达到健将级别,三年内,拿到了全运会、大运会、东亚运动会三项金牌。 这一切对于别人而言,可能需要十年时间。 2002年,法国里尔,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。 在这场六人的决赛中,单是美国人就占了三名。 站在起跑线上的19岁的刘翔,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 发令枪响后,一名美国选手因跌倒退出比赛,刘翔跑入前三。 结果,刘翔却被判中途退出。 后来凭借孙海平DV里记录下的比赛画面,裁判才修改了比赛结果。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误判,孙海平的解释让人无奈又心酸。 这场比赛对刘翔的影响极大,他不仅领教了裁判的傲慢,更看到了中国田径与世界的距离。 他安安立下誓言,总有一天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。 他做到了2002年,瑞士国际田连大赛13秒12,打破了由美国人保持24年的世界青年记录。 2004年8月,雅典奥运会以12秒91的成绩打破奥运记录,终于震惊世界。 2006年7月,国际田连超级大奖赛洛桑站,刘翔以12秒88的成绩,打破了沉睡13年之久的男子110米兰世界纪录,并夺得金牌。 2007年8月,在日本大阪的第11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兰决赛上,刘翔创造了第九道夺冠奇迹。 至此,再也没有人把刘翔的成功当成偶然。 日本经济新闻将刘翔的成功称为亚洲奇迹,说他给整个亚洲带来了希望。 美国时代把刘翔放在杂志封面,一张黄皮肤的脸庞,眼神坚毅地望向远方。 刘翔成了那个时代的全民超级英雄,而英雄是不允许失败的。 退赛后,45枚奖牌抵不过两次摔倒,然而谁也没有料到,滑铁炉竟然会发生在自家门口。 2008年8月8日,北京奥运会男子110米兰玉赛的跑道。 在第一次骑跑有选手犯规后,刘翔仿佛耗尽了所有力气,一只脚蹦着回到了起点。 随后,他撕下了腿上的的号码牌,一蹶一拐地走到了休息通道,解说圆没反应过来。 按了一声,观众朋友们,第二跑道的中国选手刘翔,因伤不得不放弃比赛。 其实在奥运之前,刘翔就已经受伤了,而且伤得很严重。 那时的刘翔就患有一种,叫做滑囊炎的症状,使得他的根腱会逐渐变脆,变得没有弹性,严重者就会断裂。 但没有人会管这些,民族英雄瞬间变成全民公敌。 虽然刘翔此后通过手术重回了巅峰,甚至有过超风速,12.87秒平世界记录的成绩。 所有人都以为刘翔回来了,但命运的玩笑还在继续。 2012年伦敦奥运会,刘翔在跨越第一道篮石摔倒,跟剑断裂,他在回到休息区后,坚持单腿跳到终点,亲吻篮架,给自己的运动生涯做告别,也给所有人一个交代,然而依然没有人选择理解和原谅他。 刘跑跑,刘骗子,又顾忌重演,还跟剑断裂,骗谁呢?胆小鬼真能装,演技一流啊。 这是阴谋,故意封锁消息,炒高门票,保护赞助商的利益。 这些声音让当时的刘翔,甚至有了轻微自闭,之后刘翔参加访谈。 回忆起这些事态炎凉,人情冷暖,刘翔红了眼眶。 一旦发生了事情之后,谁都不想替我说几句,直到2015年4月7日,刘翔正式退役,骂他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。 可骂他的人不知道的是,从2000年世青赛开始,刘翔12年的职业生涯,一共参加48次国际大赛,45次战赏领奖牌。 取得36斤6银3铜的骄人战绩,而且刘翔是迄今为止,唯一一个拿到过,世锦赛,奥运会,世界纪录的110米兰大满贯运动员。 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可以比肩闪电博尔特,有些人只记得他的两次退赛,而忘记了他曾经的辉煌。 刘翔是悲剧于20多年前,另一位运动员的遭遇极其相似,李宁。 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,先后摘取14项世界冠军,赢得106枚金牌,创造了世界体操史的神话。 被誉为体操王子,是当之无愧的全民偶像。 1988年,已经到了退役年龄的李宁。 在汉城奥运会失利,回国之后,一些人马上翻脸了。 连机场工作人员都说,去哪摔不好,偏去奥运会摔。 更有人给他寄去刀片和绳索,还在纸条上写下,体操王子,上吊吧。 邹世明,在一世为国家获得了两枚奥运会金牌,他原本可以急流勇退,安稳度日。 但他32岁退役后,却选择了征战更加凶险的职业拳坛。 并在2016年获得金腰带,也是雄朝中后中国第二位职业拳王。 他也打输过,失败过,有一次眼球还差点被打了出来。 医生都判定他的眼睛,已经达到了残疾的标准。 本来我们无法要求他做得更多。 然而在他输给日本选手木村翔后,骂声接踵而至。 柯杰输给阿尔法狗,被有些人嘲笑。 林丹36岁依旧征战求偿,被有些人骂舍不得广告代言费。 张继科成绩下滑,被有的人骂上综艺谈恋爱,他们都曾身披荣光,让全中国为之振奋。 然而当英雄从神坛跌落,站得越高,摔得越痛,善待英雄,才会有更多英雄。 很多人都这样,言于律人,宽以待己。 刘翔巅峰的时候,鲁豫曾问他,有没有想过得了世界冠军后就退役,从此功成名就。 刘翔苦笑道,我放得了自己,别人放不了我。 是的,他们承载了我们很多人的梦想,所以不容许他失败。 失败,是每个运动员挥之不去的噩梦,不管自己当初有多尽力。 只要失败了一次,那么就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可是从来没有人能永远成功,哪怕是惊鸿一瞥,哪怕是昙花一现,也已经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了。 如果你曾因国气升起,国歌奏响而感到过兴奋,感到过骄傲,那么当这些运动员处于低谷时,请对他们宽容一点。 冻床女皇何文娜曾说,我深知从无到有,从有到无,再到转型的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。 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,和努力去换取自己的梦想和胜利。 无论何时,无论成败,我永远都站运动员这边。 从2004年到今天,15年了,还未出现接过刘翔接力棒的人。 曾有人这样写道,在决赛的起跑线上,看到清一色的黑人选手,只有刘翔一个黄种人孤独而坚定地举起双手向观众示意。 在那个时候,我才会觉得往日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,有多么的了不起。 使刘翔让十重栏杆,不再是东方人的障碍,这个疯一样的年轻人,代表着一个正在加速的民族。 他曾经让国歌奏响,让国企升起。 当他处于低谷的时候,请您口下留情。 刘翔36岁的生日时,很多人跑到他的微博下面留言,其中一条让人感动。 2004年那个夏天,刘翔一月站上雅典奥运会的领奖台,骄傲地说出中国有我,亚洲有我,这一刻曾激励过多少颗年少的心去勇敢的追梦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